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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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找到最后见过郑平化的人 他是一位认识郑平化的出租车司机 根据出租车司机回忆 此时应该是头天晚上9点50分左右 郑平化的丈夫盛中事记得 也就是这个时间 妻子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他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新安有多少钱 新安在当地是指和石门县相邻的林里县新安镇 警方在石门到新安的一个公路收费站 发现了郑平化的行踪 发现了郑平化的行踪 监控录像显示 晚上10点20分 郑平化拉着一个乘客进入新安镇 再也没有回来 静止 那我们用一个酒缆 那需要这个 二 Rib粉碍 您嘴快的收到 拿来托茶泪力给你 保护伸置 保护伸五天之内不破完 郑平华失踪已经超过15小时 他在楼里 是死是活 那么当时我们的宣传也就是 这种劫财杀人案 如果真是一起劫财杀人案 车上的乘客就是第一嫌疑人 他是谁 怎样把这个人找出来 1月30日是农历大年初五 下午两点 人们都在谈论着女出租车司机的失踪 谁也没有注意到 步行街一个网吧里 一个年轻人已经在这里待了八天 这个人叫谢志学 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五 谢志学在网吧里度过了整整一个春节 就是网吧里的凳子比较长 那和沙发差不多 就是不想上网了就在那里睡一会儿 所以这个要么就出去转一转 要么就继续上网 春节是中国人合家团圆的日子 千里之外的人们想当设法都要回家过年 谢志学为什么独自待在网吧 不和家人团聚呢 谢志学的家在离县城不远的一家渡镇军道村 在村里人人都知道谢志学和父亲合不来 在谢志学的记忆度 父亲是一个性格暴躁又自私自利的人 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和我妈妈吵架 打我妈妈 然后就从小到大我就不太喜欢 小的时候我认得不太好 喜欢流鼻血 她从来没管过我 以前从我们家里到市民县城来 留那么远 都是我妈妈几次一天 带我到市民看病的 在一种不正常的家庭气氛中 谢志学没有记住父亲的养育之恩 记着的全是父亲的种种不适 说我不正义喜欢玩 喜欢打牌 做事的时候喜欢打牌 谢志学在一家汽车修理店 租了个柜台 卖汽车配件 平时没事玩玩牌 父亲一看见就骂他 好几次 父亲当着谢志学女朋友的面 指责他好吃懒做 让他很没有面子 甚至觉得很委屈 就是因为和父亲的矛盾 第一个女朋友和他分手了 从此谢志学几乎再也不和父亲说话 反正我就问他就不在家里待了 我也没和他说怎么吵 为了显示对父亲的记恨 从2006年开始 每逢春节 谢志学总要离家出走 但今年和网年不同 在网吧待了整整八天之后 谢志学内心里惩罚父亲的快慰 被另一种情绪替代 此刻恐惧感正日夜纠缠着谢志学 仿佛末日就在眼前 发布歇查通报之后 不久 石门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到一个男子的电话 说发现一辆出租车 车牌号是江J6025 可能是警方要找的出租车 这个第四站 昨天晚上停的电电 我回晚上 我一种回来停的电电电 今天中午还在这地方 最后我就想 我怀疑这个 听到这个交通频道之后 这个 我最后想公安机关 就有点就不满蛋 农历正月初五 下午三点 正平化的出租车被发现 但正平化已不知去向 车内有搏斗的痕迹 在出租车后座上 计真人员发现一把特制的刀 它那个刀子很特别 它是用两块周板 然后夹了一把小刀 上面用香蕉皮缠绕的 民警中没有人知道 这把刀究竟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把小刀套着一个纸做的刀鞘 这张纸是一个照相馆用的相片袋 在袋子上 警方发现两个字 警方推测 学霸应该是一个人的外号 但是当地叫学霸的人很多 照相馆对学霸是谁也没有印象 学霸是谁 这把刀又是从哪里来的 民警走访了一大圈 终于找到一个知情人 这把刀的主人要么从事过废旧轮胎处理 要么有条件很容易得到 这种自制的小刀 我们家没有学霸这个人 到了旁边 到学霸见到的 有一个叫学霸的 这家汽车修理店 紧挨着废旧轮胎回收站 店老板介绍说 这个外号学霸的人 在这里开着一个柜台 出售汽车电器配件 因为生意不好 一个月前已经关张 这个人的名字叫谢志学 农历正月初六上午10点30分 女出租车司机正平化 失踪36个小时后 警方把谢志学立为头号嫌疑对象 立即查找他的下落 正月初六上午10点半 谢志学离家第九天 他在似睡飞睡中清醒过来 电脑上这首歌 在他一夜的半梦半醒中 反复播放着 这首歌让他想起 曾经的女朋友小丽 一年前 一年前 谢志学通过别人介绍 认识了小丽 被小丽的美丽身姿 和默默温情所打动 我的那个电脑里面 就是五一空间里面有好的他照片 就是用我手去拍的 他自己拍的 在他家里 和我在一起 是用手去拍的 上手的电脑上面的 很多 谢志学渴望和小丽永远厮守 甚至整天不做生意 跑到小丽上班的地方 或者跑到小丽家里边 他每天打无数个电话给小丽 只未能听到小丽的声音 小丽手机的铃声 是他听过的世界上最美的课 然而突然有一天 小丽却提出分手 谢志学到处打听小丽的下落 天天往小丽家打电话 但没有人告诉他小丽在哪里 谢志学人生中第二场恋爱 似乎又画上了句号 他提出那之后 就没有想过他 电话打不通 也一直在网上给他留言 也一直没有回过信息 从此 小丽用来做手机铃声的这首歌 就一直陪伴着谢志学 农历正月初六 上午十点三十分 谢志学在歌声中 回忆着和小丽在一起的日子 他不知道 网吧外 警方已经把他和一个 女出租车司机的失踪 联系在一起 警方第一时间找到了谢志学的父亲 陈兵松 陈兵松并不知道儿子去了哪里 但他告诉民警 儿子最近情绪不好 女朋友分手了 生意也垮了 关键话一句话 就是从他谈鱼蓬油的去 你打开一个问题 他就把谈鱼蓬油的以后 对他的四年就不中四年 他就只中鱼蓬油 他要鱼蓬油的 鱼蓬油来两个月不够 鱼蓬油要去问钱就问起来 他把死了不够的 另一路民警费了很大周折 找到谢志学的前女友小丽 小丽说 他不知道谢志学在哪里 自从和谢志学分手后 他就一直想方圣发 躲避谢志学的纠缠 谢志学的纠缠 让小丽一家人非常苦恼 于是小丽加上谢志学的QQ 和谢志学说了一句话 小丽答应了谢志学的要求 但是直到警方找他 谢志学也没有和他见面 小丽和谢志学最后一次QQ对话 是农历蜡月二十八 算起来已经是九天前的事情 小丽并不知道 女出租车司机正平化失踪 和这次QQ约定的最后一次见面有关 就在警方找到小丽的时候 谢志学离开网吧 来到石门火车站 他准备离开石门 南下广东 他唯一的遗憾 就是来不及见小丽最后一面 就是想见那一面 为什么 有时候 挺想的 谢志学一直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原因小丽要和他分手 这就是他要和小丽建最后一面的理由 反正我觉得我对他已经是够好的 但是我就搞不定他为什么这样对我 但是谢志学一直没有勇气面对最后的会面 他害怕见到小丽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 更害怕这最后的一面彻底断送心底的一丝希望 1月31日下午4点 谢志学准备买一张火车票南下广州 他没有想到 他身上剩下不到70块钱 连一张硬座票也买不起 他已经无路可走 只好又走进网吧 经过37小时的侦查追踪 石门县公安局兴侦大队在县城某网吧 将谢志学抓获 谢志学很快坦白了 杀害女出租车司机正平化的犯罪事实 农历大年初四的夜晚 离家出走六天 在网吧里过完年的谢志学 夏决心和小丽见最后一面 她拦下一辆出租车向小丽家搬去 从石门县城到小丽家只有20公里 平时只要30块钱车费 开车的女司机提出 春节期间要60块钱才跑 楼是会想不要接近一半 但是说船长费我们就是说 如果说是有钱赚的 我们就去它 没什么我们就不想再去了 也还是准备想早点回家休息的 到小丽家要走几公里田间土路 当出租车走上这段小路后 正平化提出 路不好走 要再加20块车费 一场为20块钱的争吵就这样爆发 争吵中正平化骂了一句话 让谢志学非常恼火 在谢志学听来 这句话包含侮辱和蔑视 此时谢志学正承受着父亲的指责 生意的失败和失恋的痛苦 万家团圆的春节 他体会到的却是孤独无助的煎熬 即将和小丽的会面 让他充满自卑和挫折 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 让他感觉命运对他的嘲弄 这种被嘲弄的感觉 深深的刺伤了 这个23岁年轻人的心 现在正平化一句看似平常的责骂 让谢志学又一次体会到 被嘲弄和惊视的痛苦 这种痛苦让他内心里 声唐起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 自己心里本来气氛 越停越老火 身上有 在说身上 当时正好有那个甜点 谢志学用随身携带的铁链 勒住了女司机的脖子 一场凶案就这样发生了 此时 谢志学和正平化 相遇才30分钟 为了20块钱 因为一句话 正平化丢掉了性命 谢志学成了杀人犯 就在谢志学供述不久 警方在泥水河一处河滩上 发现了正平化的遗体 案情已经真相大白 但是作为死者家属 盛中氏心里仍然有一个疑问 我妻子平时是性格 还是脾气僵尸 有点一样 她其实性格 后面还是很蛮好的 我就不明白 她是怎么 和她为那么点强 就发生争执 我真的到现在 我也说是想不通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 反正她已经死了 现在也说也说不清楚了 认识谢志学的人也很惊讶 她怎么可能为了20块车费 就把人杀了 她不是 或者说要杀人 但是她杀人的故事 真的不相信 她因为比起来 不是个门男人 不是门坏的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 马埃博士 长期从事犯罪心理研究 马埃认为 这起犯罪和谢志学 一段时间内 受压抑的情绪积累有关 谢志学的这个杀人 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他进入到了一种 咱们日常所说的 发火的状态 积木的状态 而产生的理智失控 马埃认为 谢志学因为生活的种种挫折 非常自卑 也非常敏感 他最害怕的 就是被人瞧不起 而正平化那句 你没有钱 打什么低的责骂 显然还有一种 看不起人 惊视人的意味 直接引发了 谢志学的杀人动机 他的动机啊 有两个 一个就是要宣泄 自己的这个情绪 或者说是怒火 另外一个呢 通过攻击别人 通过攻击这个具体的对象 来实现自我 也就是说 让别人看到 证明我有能力 你不应该这样看待我 或者这样侮辱我 在马博士看来 这起激情杀人 原本可以避免 如果当事人双方 能设身处地 替对方脱下 顾及对方的感受 即使发生争执 也会保持克制 保持对人的尊重 在这起案件当中 给的我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 就是当你和别人接触的时候 交流的时候 要对别人有一种宽容 允许别人 有一些在你看来不顺眼的事情存在 因为人与人永远是有差别的 这种坚持自己的同时 还要学会宽容别人 这是我们与人相处之道 也是化解矛盾 平息情绪 防止犯罪的庇佑之路 2010年3月 湖南省长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谢志学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时做出赔偿受害人家属 10万元的民事裁决 妈妈来过 妈妈来的几次 妈妈 姐姐 爸爸 姑姑他们都来过 一切都问了 谢志学的父亲陈冰松 在采沙场干着苦力活 他产起来的沙石堆成了山 他干活的钱 用来替儿子作为民事赔偿 在采沙场打工 我再点击打工 他的娘子在外面打工 比我打工辛苦得多 每天都要十几个小时 我心里想跟他换不着 我换不去 我现在 我现在说买物 买得跟他赔钱 现在买物 这十几小顿家 我到处都打听过 到人家联系买物 儿子眼中冷漠的父亲 宁愿忍受流离失所 寄人篱下的痛苦 卖掉房子 替儿子还债 他不在乎 儿子从前对他的记恨 当儿子犯下子罪时 我们听到的是 他对儿子的理解和宽容 在家里 实际上有门有良心 文字大人有这么的不舒服 他都文成文等 国家国家 他都不文忘 也给文字大人 每东西 他还是 世上没有后悔 要晚了 说什么都晚了 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 谢志学最后的心愿 就是见小丽一面 他想问明白 为什么小丽要和自己分手 问他 是什么原因 我只想知道 是为什么 只想弄清楚答案就可以了 石门县公安局 决定派民警找到小丽 满足谢志学的心愿 而此时 小丽已经结婚生子 面对谢志学的请求 小丽犹豫再三 蜿蜒拒绝 我是蛮同情她 同情她 不过也没办法 因为我现在 都结婚的事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一个大家 我不可能这么做 其实也不所谓 都还不知道 自己能活多久 2010年3月末的一天 方案民警突然接到小丽的电话 说考虑再三 决定明天到石门 和谢志学见上一面 谁也没有想到 小丽竟然把自己的丈夫 和孩子也带来了 考虑一个人呢 就是说已经引导 生命的快接触的 他有一个 一个将死的人 肯定他一个愿望 肯定要达出他的愿望 不要给一个人留下遗憾 是什么吧 不要给他留下遗憾 就这么想 是的 在一对一的电话交谈中 我们无法知道 谢志学是否提出了那个 让他无法释怀的问题 我们也不知道 小丽是否说出了 他和他分手的原因 我们只看到 小丽的丈夫 和谢志学交谈 就像对待一个 多年的朋友 小丽特意带来一张 自己的照片 送给谢志学 这张照片 将陪伴谢志学 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整个会见 谢志学出人意料的平静 会见结束后 谢志学却忍不住哭了 没人知道 他为什么伤心 连他自己 也说不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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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